环保节能减碳的风潮现在也吹向了公务机关 台中市成为全台湾第一个正式推动智慧电动车的城市 今年市政府向厂商租用了64辆电动车来作为公务车 要用在三大市政中心的街坡 而未来更希望将台中市打造成一个舒适 最适合电动车运行的友善城市 让市民都可以享受到低碳零污染的生活品质 台中市长胡志强亲自将64辆电动汽车交由市府各局处使用 希望借由公务机关率先推动电动汽车示范使用 来带动全台一同响应使用智慧电动车 真正落实低碳环保 我今天是以最高兴的心情 让我们中华民国在节省能源 加强空气干净的程度 积极推动绿色能源的交通史上 环保史上 总出第一步来 那目前我们也有推动了四个优惠措施 就是免海召税 免燃料税 免公有停车葛的停车会 还有免公有充电站的充电会 那未来假如大量量产以后 我们也会依照车型来补助 购车的补助金会五到十万 每辆五到十万 电动机车使用220伏特 16安培的电力 充电6到8小时 可以续航行驶160公里 大约是从台北开到台中的距离 没有使用石化燃料 不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更可以享受低碳低污染的生活品质 也有议员提出建议 希望充电器统一规格 让车主充电可以更方便 但民众最关心的还是价钱问题 希望爱护环境的同时 又能兼顾荷包 经常给的电视 李云龙 赵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